比特币价格周五再次遭遇暴跌 中国国务院在当地时间周五的会议中 严厉禁止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这刺激了虚拟货币市场的抛手 中国国务院金融委在5月21日的会议中称 要坚决防控金融风险 其中包括强化平台企业金融活动监管 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 消息宣布以后 比特币的价格周五一度暴跌超过10% 截至发稿 比特币的价格已经跌破3.7万美元 以太坊、莱特币、狗狗币等其他虚拟货币价格也出现暴跌 本周虚拟货币市场动荡不安 在周二 中国要求金融机构、支付机构不得展开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之后 比特币周三一度暴跌30% 有点赞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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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赞